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非常看好亚洲 他非常看好日本 投资日本让他觉得非常的舒服 这个时候看到一个前朝前进亚洲 也前进日本 整个亚洲的股市在这两天全面上涨 而在亚洲股市全面上涨的状况下 只有一个国家私人独销税 那就是中国 中国股市这两天还是下滑 它不再下滑 它的成交量大幅的萎缩 成交量大幅的萎缩 刚刚讲的 不是只有你股市市值往下跌 你的房市也往下跌 你的汇率也往下跌 就代表什么 代表你所有的资产都在萎缩当中 而这怪的是我们这样讲的 你过去的一年你其实印了30兆的人民币 印了30兆的人民币 照一讲你会有激励经历的作用 就没有想到30兆的人民币就像打水漂一样 30兆的人民币丢到市场里面 照样股市下跌 房市下跌 汇市 刚刚讲所有的钱都要往外跑 那这个时候就问了说那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而且中国问题可能还不止如此 他旁边一堆穷朋友 一堆小朋友 这两张照片出现明显的对比 一个是现在正在广岛进行的一个G7 全世界最有钱的国家集合在一起 但中国搞了一个中亚五国的会面 刚刚讲的这个高下立派 强弱立派 等于说人家是富有的国家 而你是穷国家 小国家 还不止如此 现在传出来说你的一带一路 经济出现很大的问题 而且你现在一带一路辐射出去的 你不是工程品质有问题 就是贷款还不了 现在更可怕的是 除了你自己内部的问题之外 你现在一带一路辐射出去的东西 回过头来也会变成了中国的噩梦吗 好 我们今天请到两边 在这边首一单财经专家 黄收手中你好 大家好 好 第二次战略专家林凌辉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石日平 李志浩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资产品店 黄伟派 老杰哥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资产品店 黄义德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东西新闻的记者李嘉宾 大家好 好 你昨天就提到说 现在有个趋势 前进亚洲 所以亚洲股市这两天强强过 特别是日本 日本到今天还在继续上涨当中 而这个时候怪的是什么 怪的是中国 中国不但是不涨反贴 不但不涨反贴 你的成交量居然萎缩 没错 你不是成交量萎缩 你的房市也萎缩 还有你虽然管制货币 管制汇率 可是你的钱人民币大幅的往外逃 甚至刚刚讲的 你对外的影响力也大幅的下滑当中了 王杰 我可以在这边断定 中国的大运真的走完了 你不要吓我 大运走完 因为习近平把这一切都搞砸了 为什么把这一切都搞砸了 我们简单的来讲几件事 第一个这几天的时候保杰提到 资金前进到亚洲 问题是前进亚洲之后 台湾股市也涨 韩国股市也涨 日本股市也涨 但是中国股市 不憔悴啊 跳过中国 还不止这样 因为资金没有进来 所以人民币还在扁 他现在还扁破了7 对美金的扁破7 而且中国目前的一线城市 所有的房地产 全部都在跌 然后失业率还在往上升 我讲了这么多 没有听到一个好消息 没有 完全都没有好消息 所以你说 我的资产全面下滑 当各位 我的股市 我的房市 刚刚讲的 包括我的汇率 都在往下跌 更惨的是什么 从去年到现在为止 印了30兆人民币出来 打这么多强心针 没有 没有 没有起来啊 所以那事实上现在 对于习近平来说 整个经济是一团混乱的局面 本来忍耐碎的时候 真的不要跟倒霉在一起 就很多国家 跟北京做朋友说 连带也被拖下去啊 像伊朗啦 阿根廷最近不是说 要跟你货币结算吗 就完整阿根廷 股市还是暴跌啊 你看 反而跟中国走越近了 其实最近都还蛮惨的 这个状况 就像吴子佳讲的 对 千万不要跟倒霉鬼交朋友 结果中国跟太多倒霉鬼交朋友了 对好那你看 事实上现在全世界的主流 都跟谁交朋友 这次G7非常明显嘛 G7除了G7七个国家之外 欧盟他邀请一些非G7的 你看澳洲巴西啦 还有这个非洲的啦 还有太平洋的这个国家 还有印度 还有印尼 韩国 你看 世界上全部国家 都跟这些国家在一起 对 那他们要商讨什么呢 这次G7一个非常重要 就是要怎么对付中国嘛 你说现在美国 等于说虽然俄乌战争还在开打当中 可是美国已经卯足全境 对付中国了 对那你看 这个中国怎么办 习近平也知道 你要在外面围殴我 那我就在家里面搬一个 邀请中亚五国嘛 那同时还要争取非洲 还有中亚 还有拉美的影响力 但是我劝告这些国家 真的人倒霉做 千万不要跟他当朋友 现在跟中国当朋友 可能真的会很危险啊 因为你知道小时候不带信 有个经典人物 叫水不得倒霉 西倒霉不是西平都 你不要变成那个西的倒霉 好我先给大家看 目前为止来说 今天的亚洲股市 你看全部都是红的 你看中国都是一片绿油游 对香港恒生这边一片绿油游 那中国股市 我们给大家看这几天的状况 你看这中国股市 你看从高点往下跌 大家记得中国股市的样子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日本股市 大家看了完全会傻眼 最近一段时间 一路往上飙 两万五千点 一路飙飙飙飙飙飙 今天又创新高 你看这个姿态 跟刚才我们看到的 中国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昨天说 东升西降 就是这个道理 完全不同的路线 完全在往上冲 中国股市在往下掉 好那你知道 事实上我就讲嘛 现在中国大陆是这个样状况 甚至现在怎样 中国大陆现在民间之心想要跑 为什么要跑 他们就说现在地下贤装了 涨价了 他们现在涨价 涨了一倍左右 那你看 通常地下贤装 是告诉你什么 人民币 大家想要浪杠 想要跑 问题是你浪杠不出来 然后地下贤装就说我不要做10万以下 20万的这个汇款 我单笔之道50万美金起跳 所以告诉你什么 中国现在中国人很想run 所以地下贤装要呈现这个生意 但是地下贤装还认为说 这个生意不好做啊 而且它严重到什么程度 刚才讲的 中国第一财经 不要过度关注股市的成交量 叫你不要过度关注 就代表它的成交量出问题了 所以中国股市根本起不来嘛 你看刚才相对 日本股市是涨翻天 所以告诉你这个 这个结构是完全改变 好那我们讲 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指标 就是中国的房地产挂掉了 为什么真的挂掉 你看这是他们中文内部了 你看深圳的房地产终于倒下了 这是他们的文章 这不是我们在唱衰 这是他们的文章 为什么他说 他说深圳楼市的产况 从6.8万一瓶降到3.8万 而且他是五一这段时间 他从8万6降到3万8 这实在太夸张 他说有这个东海国际公寓的房子 爆降一千零一十二万还卖不出去 然后很多地方去 降了一千万还卖不掉 那甚至你看万达 我们都说万达本来不是说我们要活下去 就万达最近真的说出来 他要裁员三万人 可能要裁掉整个人员工的百分之三十 裁三万人 对那甚至你看 其实现在很多海外公司他也知道了 过去我对你还抱有美梦 现在不是这样 这比较大的一个消息是 华尔街准备要放弃这个中国大陆的60兆美金的这个大美梦了 这什么意思 那为什么 因为华尔街的预估就是说 中国大陆的未来长期间 他的这个财富这个资产管理市场有60兆美金啊 所以我们过去那时候我们不是都说吗 华尔街这个是中国最好的朋友啊 你看你们高盛啊摩根大通摩根斯丹利他们不是都跟中国很好吗 对 可是最近一段时间不一样了 他从去年9月以来 他已经开始裁掉很多员工 他说高盛已经裁掉了十分之一的这个中国人力哦 而且现在不止这样哦 他说很多公司摩根斯丹利他们都准备要放弃 他们说这要在60兆美金的市场中大赚钱的梦想已经越来越远 所以他们现在都开始在缩减中国的人力了 以前美国跟中国最骄傲的就是华尔街 对 华尔街对中国有一个大梦圈 我可以赚满盆满 是没错 现在连华尔街都要跑了 而且除了这个赚 另外就是特斯拉 特斯拉过去一段时间他都说在中国这个设厂 可他现在也准备要到印度去设厂 所以告诉你 特斯拉都要跑了 特斯拉都要跑 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中国的经济是非常非常大条的影响 而且你刚才谈的就是 那只是中国内部的问题 那中国不是透过一带一路把他的影响力辐射出去吗 我要辐射出去我就要丢很多资金出去 现在丢出这些的资金 这些的建设有可能变成中国的噩梦了 我们刚才不是讲嘛 现在你不要跟倒霉鬼在一起 中国倒霉之后 其实你跟中国走越界你也倒霉 我们讲两个国家 一个是厄瓜多 一个是秘鲁 这两个国家过去都是中国一带一路的这个国家 厄瓜多跟秘鲁都是一带一路 而且他们有非常多的这个投资协定 像最近一段时间来说出来 在秘鲁 秘鲁有一个港口 这个港口来说的话 他们叫做前凯寺港 就前凯寺港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隧道 要连通这个港口跟这个城市之间 就这隧道 保洁人造居然发生了这个地质崩塌的这个状况 就崩塌 他那连带连的旁边的这个房子 也出现一个塌塌的这个状况 隧道 对啊 隧道塌 谁敢进去啊 所以就是很烂啊 就表示因为中国的工程品质在太差 你看周边的很多地方的话 完全都出现一个塌塌的这个状况 旁边也塌了 房子都塌掉 他想到这怎么会出这样一个状况 好那这除了这个 这些是因为隧道塌 对 旁边全部跟着塌 隧道塌了 你的地基 被他们气的去丢东西 地基不对了嘛 地基不对就整个塌掉了 你看整个对他们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好那除了这个秘鲁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厄瓜多 厄瓜多有新增一个这个 这个柯卡柯多辛克莱大坝 就这个大坝来说 原本他们是说 我们要发电啊 要干嘛 要存水啊 旁边这样的都还没开始用 已经出现了 有好几千条的这个裂痕 对那裂痕的时候结果很大 这个白白都是裂痕 对那结果他们就说 这个盖在什么 盖在火火山附近啊 他怎么会盖在火火山附近呢 所以中国你看 中国连考证都不考证 就给它盖下去 而且美国现在搞什么 美国现在搞了一个 叫做邪恶轴心 邪恶轴心什么 伊朗北韩俄罗斯 也明都是邪恶轴心 而邪恶轴心是谁 是中国的好朋友 对 可是我们现在看这几个国家 对 这也太惨了吧 是 他说伊朗有多惨 我知道伊朗很惨 可是没想到这么惨是 现在很多伊朗人要卖器官 才能够活下去 对我们就讲嘛 邪恶轴心那几个国家 你说俄罗斯惨不惨 惨 北韩现在惨不惨也惨 另外一个就是伊朗 你看伊朗现在 他们现在人们在喷这个 那时候喷什么 他喷他的号码 号码是什么 保险那他下面写的是什么吗 我有什么东西可以卖 譬如说我可以卖肾脏 我可以卖什么 我可以卖什么 卖什么这样的穿 上面是我的手机 对 然后我的手机 这是我的人 你可以卖 我可以卖什么东西 那你看他们也是这样 他们目前为止来说 在街上都有非常多的 这个小贩 他就直接发传单给你 你看这都是贴他们的 这个可以卖什么 卖器官 卖器官你看这个人就直接贴出来 我可以卖什么东西给你 那你看甚至这一个人 他戴着这个口罩 这样子他就说 我的肾脏 然后而且他会说 我的肾脏 我是O型的肾脏 我要卖 那就是这样啊 这是目前为止 整个伊朗的环境 这也太夸张了吧 没办法 他们现在目前为止 被美国禁运 然后现在美国 不给你这个经济的状况 那除了这个段 小孩子你看 小孩子在很多 在垃圾桶堆里面 找剩菜剩饭 你看很多富人都是这样 我们都讲 事实上 你怎么会 你不想到 伊朗是全世界最好的 石油生产的国家 油的品质最好 油的品质是世界最好的 就没想到 因为你就是跟中国站在一起嘛 而且你现在就是 惹恼了美国 美国对你寄出这些经济制裁 导致你现在整个国家 面临到非常惨 那说到底 我觉得 还是远离中国一点 比较好 好 这好 刚才讲 中国有一艘游船 在迪亚古卡这样 就在印度洋这边 突然翻覆了 翻覆了以后就失踪了 可是我想说 行船走马三分线 遇船在外面发生了船难 造成这种事故 这是常有的 可是没有想到 它居然变成了一个国际大使 居然整个中国都高度的关心 那我去想 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原来它完全凸显了 你的北斗卫星完全不准确 你在中国远洋救援能力完全不足 甚至 你要去跟谁 最后你还去拜托印度 拜托澳洲来求援 对 最近有个很神奇的事情 5月16号中国远洋 一艘远洋渔船 在印度洋的翻覆 里面有39个船员失联 然后呢 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新闻没有错 可是怪事怪在哪里 你知道吗 第一件事情 新华社第一时间就报道 第二件事情 习近平跟李强接力发言 全力针对这件事情抢救 一个渔船的海难居然冻到了习近平 为什么这个远洋渔船 在印度洋这边翻覆之后 第一个新华社马上报道 习近平跟李强赶快接力发言 为什么 这中央都有什么问题 因为中国除了报道跟发言以外 没办法做其他事情了 他这件事情 因为船上面有外国人 有17个印尼人 有5个飞鱼人 压不住 压不住你要处理 你处理 中国后来发现 除了口头伸援之外 他们的所有的救难方式是 鞭长默契 无法处理这件事情的 你不是 伴我大汉子虽远必住 如果你可以虽远必住 你当然可以虽远必救啊 而且你有北斗卫星 你可以清楚定位啊 还有 你不是你的潜水艇 你的这个所谓的辽宁号 什么到处跑来跑去 你到印度洋区去救人啊 没有错 所以这个时候很多人都说 你知道你们下结论下贷快 我先跟他讲 我一层来跟他讲 什么中国是没有能耐 去救这件事情的 原因第一件事情 习近平下指示 你知道他下什么指示 他说农业部交通部山东省 要全力救援 印度洋翻船 跟农业部山东省 跟交通部有什么关系 你的解放军呢 你往北是几部地 你在几部地不是说有驻军吗 对啊 对啊 什么不叫几部地的驻军开过去 对不对 就是叫什么山东省 你把拜托一下 你在印度洋在那边翻 对啊 你叫山东省去救是怎样 农业部怎么救 讲那第一个 你在这边急不地救 就有人可以去救啊 对 为什么不叫解放军 没有解放军可以过去嘛 第一件事情 习近平我在讲的时候 习近平下的指示是 农业部交通部山东省 全力救援啊 对 这第一件事 你不要搞到半天 现在习近平都搞不清楚状况 没有 这个状况是这样子哦 那个时候呢新华社报导的时候 只说在印度洋中部某海域发生这个状况 可是问题是哦 一张卫星画面现在都没有传回来看 照理来说你中国打我们俄乌战争讲那么久了嘛 不要讲卫星了啦 俄乌战争一块土地发生什么事 各种卫星纪念料不是照照照照照照嘛 到现在一张照片都没有定位出来 你说北斗卫星完全找不到 找不到 他只知道是在中国的 印度洋的中部海域 这是第二件事情 你有北斗卫星可以定位 你有高峰卫星可以拍照 结果你的高峰卫星 你的北斗卫星都没有用 形同失效嘛 第三件事情更夸张 一开始是谁去救 是澳洲 而且澳洲还派了 十字飞机跟P8 反潜机去那边炸哦 还有印尼海景 菲律宾海景 在旁边协助哦 所以你可以看 在这边哦 在整个印度洋这边呢 出事的时候呢 澳洲来了 印尼来了 跟这极不定的中国解放机 你知道什么时候来 有两天后 两天后 两天后才到啦 这就是我们已经谈了嘛 中国其实看起来啦 叫做虽远必租 中国看起来叫做长臂管辖 可是这东西哦 面对到突发事件的时候 就凸显之以不足嘛 完全无能为力 上个我们讲的是什么 苏丹撤侨 苏丹撤侨 那时候我们还讲 美国不管你的 美国人在苏丹在哪 他就帮你开一条安全通道 透过三角洲 不能开一路护送你 对不对 就中国叫 中国的苏丹人干嘛 先过八百公里 跑到苏丹上 自己想办法 自己想办法 跑到港口 然后呢 4月23号发生暴动 4月29号才撤侨 所以你知道吗 中国连续两个事件 凸显了 它对于远洋事件 是毫无能力 跟毫无办法的 而且更有趣的事情是什么 你知道吗 媒体就说 非洲一天到晚都出事 对啊 非洲到处动乱 都有中国人出事 官媒是从不报导的 更遑论官媒报导完后 习近平跟李强下指令 可为什么这次要出力 为什么 因为脸会丢光啊 上面有菲律宾人 上面有印尼人嘛 你当时菲律宾人骂你中国 而且刚才讲的 印度都来救了 澳洲都来救了 印尼都来救了 菲律宾人都来救了 你的中国船在哪里 对 所以说你他的态度要表示出来 用习近平来指示 权力叫山东省来救援 厉不厉害 远得很嘛 农业部来救援 所以这个东西 中国做时事不会 表面功夫真的厉害啊 好 提会 其实这个渔船事件 已经发生了一个多礼拜 我一开始看到这个礼拜 说怎么搞的 中国外交部很紧张 整个中国国务院很紧张 我就不懂 行船走马三分线 你不是渔船在外面出事 是正常的事情吗 我告了今天 我把所有事情才搞懂了 原来一开始 照理讲你美国 像台湾喔 我看过这个discovery讲 我们的船在哪里 我们的定位是非常清楚 我们的船不但在哪里 而且我们如果这个船需要救援 我们周边旁边我们也有船 我们也可以马上到了这个 你需要救援的地方 还有我们的船如果没有游了 他也不要去郡港口 他会告诉你一个 最近的游轮的地方 你在附近加油 台湾都可以做到了 远洋渔业的交互轮 交互支持 就中国不是 中国这个 他在Diago Pazia旁边 就在这个 在Diago Pazia旁边 就出了事以后 然后中国完全没有能力 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第一个 定位在哪里 这个船到底在哪里 这个船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结果还是把 澳洲来了 才发现你上面的人全部罹难了 对这些事情非常奇怪 怪的是因为习近平跟李强出面去关键这个事情 那照理讲的中国的游船在海外来讲也非常多 那事实上大家都常常出事情 不是只有这一次出事情而已 那为什么习近平对这一次的事件当中那么的重视 那么在乎 显然他在这艘游船可能有不可为人知的东西的出现 因为第一个要嘛就是黑船 就是说所谓的在海上来讲的话 可能是什么违法的事情或怎么样之类 第二件事情来讲的话 就是中国自己本身的能力的问题 是会被卸了底的问题 那你知道他今天又请求澳洲跟印度帮忙 你想想看 他想请他们多派飞机 你不是有飞机吗 而且澳洲重点是澳洲派出去的距离 距离PERS大概将近有5000公里左右 如果你中国从雅丁湾那边派出来的 吉布丁湾那边派出来的 说不定还比澳洲还要更快 你如果从这个地方派 对 不会比较远啊 对不会比较远 差不多而已 而且那附近又有马尔地夫 马尔地夫又不是中国邦交国吗 事实上来讲的话 那你也应该有中国的一些活动才对 那重点是什么东西 重点是为什么他需要澳洲跟印度来帮忙 那而且报导当中还写到一点就是说 由印度的指引中国的海军前往当地 什么意思 就是中国的海军是不是连定位都没办法定位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大家都一直怀疑一件事情 中国自己本身 沸沸扬扬扬以前讲说 我们在雅丁湾多厉害 在那边多厉害 打击海盗多厉害 那现在来讲的话 怎么连一艘小小的渔船你都找不到 你说定位不到 这是大家所关切的 而且重点是什么 如果说你印度来引导他 那以后中国设备 当然不知道印度来帮忙引导吗 那不是很奇怪吗 你中国自己卫星定位不会吗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国家就认为说 所以你中国根本没有海上作战的能力 就是因为你知道台湾其实目前来讲的话 所有远洋作用船都有装AIS 就是VMS 那所有我们知道在渔月鼠有一个monitor 有一个荧幕 可以看着一清二楚 现在台湾的所有轨迹在哪里 所以重点是说台湾都可以做到这个东西 中国做不到吗 中国应该是做得到 但是为什么他没有呢 要马船舶不开VMS 要马船舶怎么样之类的 反正很多复杂的事情 但是重点是说他的北斗系统到底在搞什么 他的其他的卫星系统到底在搞什么鬼 你的北斗也不行 你的高飞也不行 那到底现在他什么可以 所以现在 所以现在说他连一个遗传都搞成这样子 然后要印度来带入 那他的东风飞弹怎么办 所以现在大家怀疑说 中国到底有没有能力 这个其实大家 或是说只是一个指导虎而已 这是大家所怀疑的 是 本来要跟G7拼中 所以中国就找了中亚五国 在整个西安搞了一个大唐盛世 那我的富力一强荒 我干嘛 我要展现我中国人办的活动 就跟你在日本广道的G7 就是不一样 我中国真的崛起了 结果我妈这样 中国的小粉红就开始吹嘘 你看有没有 大唐盛世 整个气派非常的壮盛 结果把这些照片一个一个丢下去的时候 结果没有想到中国人不买单 中国人还觉得你在搞什么 你根本就是非常的粗俗 非常的粗品 你甚至还讲说叫中国人干嘛 勒紧裤袋准备开会了 宝洁 G7在广岛开 那当然是个他们针对中国而来 习近平也不是省油灯 你开这个G7会 我就找中亚五国来 在西安我们开了一个中国中亚的这个峰会 而且你知道你小日本办的活动 什么活动 我们中国办的活动不一样 你看这个完全是这个过去西安的这个风华时代 那中亚五国来 这个暗示是什么 我是天可汉嘛 这个五个国家来跟我朝贡嘛 你说会议场所这么富丽堂皇 对完全是西安 你看背景来说就是什么 大唐芙蓉园 你看完全不一样 那一栋楼叫大唐芙蓉园 对 那你看他们拍的这个照片 你看多么好看 那很多这个古代唐朝的宫女 在那边跳这个八亿五啊 然后拿着这个宫灯 引导所有的领导人进来 你看这个会议完全不一样 这是中国人在气势 气势吞天的感觉啊 好的 所以就中国人站起来了 对啊 你看中国马上就 为什么央视很多媒体就开始报导 你看我们在会议中间 巨大的这个会议桌 这才是我们中亚五国高峰会应该办的 高峰会就是这样 这么巨大的 好那你看 相对你看是小日本 果然是小日本 G7的会员国 还坐这么小的椅子 这么小的桌子 你看而且你看 这么小挤在一起不说 你看他们还把这个公事包 都丢在这个地方 放公事包的位置都没有 对啊 也太过寒酸了 拜登的公事包都丢地上 对啊 他太过寒酸 你看而且你看 国会议里面说 他们还将来就在挤成一团 你看G7的会议的国家里面 因为这个 这个所谓 摄罗斯基来 他们还指 这太挤 这怎么是一个代客之道 所以说 摄罗斯基来 我不但没有一个会议室 我没有一个漂亮的房间 没有漂亮的场合 对 既然你来了以后 大家拉的椅子就聊起来了 你看马克宏啊 舒芝啦 这个英国首相 就在这个地方 欸冯德莱 你也太过寒酸了 好 再来就是说 拍照 你总是要留个G7 或一个照片 你看 他们就在这个地方 欸这是哪里啊 这个广岛的 这个公岛的 这个岩岛神社 他们就在后面 这样拍一张照片 欸 这个朴素的自然 也没有装饰 对啊 这个 这个 什么照片 我们是大红地毯 欸 宝洁你看 那张照片跟这张照片 比起来就完全不一样啊 你看 习近平 还有彭丽媛 还有他们的中亚五国 还有他们的夫人 在这个地方 你看 后面是什么 大唐扶龙园 大唐气势 红地毯 这才是真正的代客之道嘛 而且欸 你只是看外表哦 刚刚讲的 在整个夜席里面 懂不懂 真的是金碧会话 欸 等于说 只有法郎 受用所有的最好的瓷器 对 来展现他的 盛世如意 而且你看 他们的这个宫廷宴 他们叫做大唐宫廷宴 当然就是不一样 你看 全部的 你看 这是瓷器啦 然后全部都是 他瓷器有些还有镶金鞭 就完全是 空金 对 就法郎 尤其是镶金鞭的这样 你看 看起来果然是大唐气势 那你看 因为为什么 中亚还有这个 还有那种杀雕 然后思路在这个地方 还有骆驼这样 整个完全展现这样 那你看他们吃饭的地方 就是真的在 大唐的宫廷里面 那上面有宫灯 然后下面他们椅子 都完全装扮完全不一样 而且你知道 他们旁边还有宫女 宫女负责上菜 对 丫环宫女上菜 你吃啊 所以完全就不一样 大唐甚至 我跟你讲 这是中亚五国的风味 你知道这个 居生们会去哪里吃吗 他们去广岛一家 这个餐厅里面吃 大家就挤在一堆 随便找一家菜店 吃个槐食料 搞什么 这完全不一样啊 而且我们这样讲 葡萄美酒夜光杯 他现在葡萄美酒夜光杯都来了 对 没做好 那你看 还有什么 你看他们要来了 所有的元首来 你看 古代宫女来了 然后骑着这个 写着这个汤字 是这个古代还是现在 弄个汤字 然后宫廷 然后是旁边有很多侍卫 然后这个提着红灯笼 这样引领你进场 这个每一个人觉得说 果然是七吞三合 然后还跳八亿五 这样一个状况 但是后来还说 我们那样来者是客嘛 对 我们要给他们酒嘛 还有酒水 你看就马上调出了酒水啦 还有包括说 像还有这个果汁啦 茶 这是我们整个会议场合 上面的这个酒单 还有整个我们的饮料单 可是问题是 宝杰你知道 从此开始出现一个 大逆转的这个状况 大逆转 为什么 大家想说 不对啊 我们这些国家 不是中亚五国 都是穆斯林吗 那穆斯林的话 你怎么给他们喝酒 穆斯林是不太能喝酒 有些国家虽然可以喝 但是可兰经里面是说 不能够喝酒 不能有酒单 你怎么有酒单 这个我就讲 事实上 我想中亚五国 这件事 他们领导人 大概很怕这张酒水单 被他们国人发现 他们居然喝酒 喝酒 所以从此之间大家觉得 这个会议好像办得有点不太对 所以这个风向开始有点转变 而且根本要知道 他们一开始怎么吹嘘 你知道吗 他们在吹嘘场的时候 同样是开个会 一个是世界上最巴达的国家集团 一个是中亚五国 会场差距不是一般的大 这都要讲说 正在现在在这 七国集团就决这份 正在没落 我看我们的会场 深信不疑 对好 那开始这样又吹吹吹 但是吹吹吹到过头的时候 你看又开始有点点不太一样 反转的这个状况 你看 你看对比一张又引起反华分子的冷嘲论 然后招待朋友来 他们应该要最热情的这个状况 然后东西方对于这个圆桌的会议 不同的安排 然后开始开始 你看后来就开始有不太一样 而且你们讲说 我们已经是发达国家了吗 其实我们只是发达中国家 就看我们搞得盛唐 你发达国家竟然这么寒酸 对那你看什么叫做盛会G7 学的点 这网路上还是很多人在吹嘘 可是这变成是两种声音 一个是贴文主贴文 大家都在那边吹哇好赞 下面的留言完全都反过来 反了 对那为什么你看 260亿啊 我得送多少外卖啊对 然后勒紧裤腰带准备开会啊 纳税人不是那么好花的 翻了 对那你要勤俭节约 你叫人家这样 那是说给我们基层听的啦 对徐志明不是讲一下勤俭节约吗 对那太奢华了 跟中国的发展中的身份不符啦 对不对 那好那我想起了唐朝诗人 杜甫筷子人口的诗句了 大家都知道是哪几句嘛 朱门求了 就这么苦日子不远啊 那我们的朋友都比较穷 然后你开子就不太一样 小桌子蛮好的啊 节省成本啊 少花纳税人的钱啊 我只是一个小愿望 经济困难 希望节点节省开会啊 所以那完全就翻车 大家完全就不一样了 我觉得这个很好笑 他说桌子小可人家是团结 对 场地小但可人家敢乱地球 排面小人家全都是发达国家 结果你是一个人的盛世 不如全中国的富裕吧 对没错 那你知道事实上是看 关键是看看谁花的 谁花的钱了 百括谁不会 所以那事实上现在完全 这个我就讲主文都是吹 所有的网友的留言 全部都是翻 所以现在就变成是说 网路上大家炸锅就说 你有必要花这么多钱吗 花了一千多亿人民币 然后搞了这一场之后 你那些小朋友都比你还穷 那来了之后 他们是跟你要钱啊 所以大家完全在网路上的声音 出现不同的声音 而且中国人为什么这次这么生气 以前不是很爱面子吗 不是要大唐盛世吗 不是中国的历史光荣吗 为什么这次完全不一样 因为你说中国真的变穷了 我跟他讲的 中国年轻的事业率 已经高达20% 而且现在中国应届毕业生的事业率 将已经高达将近五成了 而且刚才对比 我们看习近平在大唐盛世华的场合里面 讲话那种 你就觉得说这个国家真的是富力堂皇 那应该是非常有钱 可是问题是 为什么很多年轻人不能够接受 因为现在 我们看到的报道里面来说 你看 这是中国年轻人 他们现在在寻找一个工作 找工作 我们就讲中国的年轻人 目前为止的失业率已经逼近20%了 但是如果你是真的应届毕业生 他说约莫还有一半没有找到工作 所以他事实上是非常严重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个西方世界的统计 是这样 你只要是出社会三年内没找到工作 你大概就找不到工作 因为你就 因为你就会跟社会脱截 新的人上海 我绝对用新的人 我不会用你这些人 所以这几代的人 他们是面临到最苦的这个局面 所以你知道 现在他们现在怎么办呢 你知道现在很多人在做什么 打零工 要么就是做一些 我们觉得说过去怎么会是他们去做了这个工作 现在媒体就有报导 就是说你看 这是在做什么 这是在卷烟 卷烟 烟的话是用手卷的这个卷烟 他们还刻意说 能够不要用这个机器就不要用机器 用卷烟的方式 尤其是比较高档的烟 用手卷的 你知道这卷烟里面来说的话 你就觉得卷烟不是就是一般的工人女工吗 对不对 这样的状况 譬如说我们印象中的时候 巴西的这个 古巴的这个烟这样卷起来都是一些少女 这种就是可能没有什么工作经验 然后这样 就没有 他们山东 山西的这个昆炒 昆明的这个所谓烟草公司 你看我们直接来看 他是生 这个生产操作缸 你可以看到 他们这边 全部都是硕士生 大学本科 然后硕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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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全部都是硕士生 他是去那边卷烟的 他就是这样 硕士 而且你再仔细来看 他们还有什么 大家来看 他们我们来看他们的学校 硕士 他是英国格拉斯哥大学 澳洲的这个西雪梨的大学 不是烂学校 墨尔本学大学 所以他们现在诺丁汉大学 也就是说 可能他们现在很多大学生 你就只能够找那种 你其实跟你的这个学历 可能不相匹配 我只能够降我的身价 去找那种所谓 我们过去可能认为 你根本不会做的这个工作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可以讲到 中国现在把问题搞到农民身上 农民身上就搞农馆 农馆气到什么 居然现在在整个乡下 或者在整个农村里面 杀人的这种案子越来越多了 我就讲嘛 你看中国这样开会的时候 怎么会 大家为什么不能够接受 因为日子过得不好嘛 特别是说 最近不是有很多农馆 农馆强迫是这样 我去拆迁你的这个猪瘦 我去弄你的这个农田 现在出现很多纠纷 就是农馆他们农民就是在打农馆 或是想要把农馆赶走的这个状况 就因为在福建 拿刀在刺他 真的没办法 因为你把我这个生财工具把它铲掉 所以在福建就发生一个这个农馆 他到这个养猪社区里面来说 就没有被养猪户就直接把你刺死 把你杀死的这个状况 所以他事实上现在整个 这个时候农田产业里面来说 农地里面来说 很多人已经受不了农馆这样的状况 那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要割韭菜 你只能够割就是农民的这个状况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 所以说如果中国人过得幸福安乐 中国人有钱了 你这样子奢华一点 我也无所谓 我这么穷了 你还给我搞这一套 如果你是个国家好受 谁你要花什么钱 大家绝对不会在意 问题是你活不下去的时候 大家就会这样 还有什么 现在有很多城管也是这样 所以来跟你讲 从城管农馆这样子的作为来说 你看很多中国基层的老百姓 真的是相当不满的累积之中 所以为什么你看 你这样办一个会议之后 没想到真实网友的声音 刚刚讲的 本来中国被盯起了 盯起了我的大唐盛世 盛唐风华 然后我在等于说灌溉云局 万邦来 结果没想到这个东西吹嘘了以后 底下人翻脸了 这我要花多少钱的外卖 我要做多少次的外卖 这个东西也太奢华了 结果他们讲的 最关键的原因就是 老百姓看到 你们花我们的钱胡说胡乱花 结果我们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 对尤其是现在大家都看到 过去这大概五年来 中国所有省份里面 哪一个省份的GDP发展最高 其实是贵州 大概一年都有9%的GDP 但现在第一枪说 我们要倒闭的是谁也是贵州 我们在四月的时候其实就有提到 贵州是直接向中央讲什么 讲得非常白啊 财力水平有限 以无力划债 这个帖子 左边那个帖子一出来之后 不到一天两天的时间 马上就测下来 但他马上就已经在微博 大家讲说 怎么现在有人敢对中央说出大白话了 那时候就已经有人说 这代表着他们故意要让中央说 你要不要就要求中央出面猜贷 但这个帖子一出来之后 大概不到一两天的时间就花下来 没有想到现在5月 又另外一个帖子又出来了 贵州的财政局说 人面临可偿财力不足啊 然后呢防暴雷压力大等困难 就是不断的去告诉中央 真的没钱了 没钱了 赶快救救我们吧 赶快救救我们吧 那到底贵州的状况有多么夸张呢 他们现在把它爬梳起来 这是华尔街日报 他说贵州过去盖了太多大白象 没有任何印 你看看画面这些 你知道这一讲真的吓死人 全世界100座的高桥 就是这一种非常高的这种桥 竟然有50座都在贵州 其中有23座都是同一家公司盖的 所以他们都觉得说 这从头到尾根本就有鬼嘛 那你知道吗 他们就说 这个桥 这个协张桥盖在云端里面 云端里面 这非常神奇 我们都知道贵州的第五三里坪 所以他们就说 现在贵州已经从千宫万货 变成是高速平原 他们全部都是用平原连接 他们这个真的是非常刮商 他说他们在126个山洞里面 打了2.8座的公路桥梁 这公路桥梁的整个距离 大概有8000多公里远 然后他们就讲到说 整个桥梁的根本已经到了 根本不需要这么多 是为了建设而建设 是有人为了要从中有力图可捞 所以弄出这么多的大白项的工程 而这所有大白项的工程 到目前为止 没有创造多少生意 这是以前贵州对全世界吹嘘的项目 这是中国展现他大国觉醒 而且我们要讲的 他的大国工程里面 还特别介绍贵州的这些桥梁 这是鬼斧神工 没想到现在都变成贵州 无法承受的包袱了 对 所以现在人民 你知道这个很夸张 贵州到目前为止 他的人均GDP就 7,436美元 还远低于全中国的 一万两千一百八十美元 那请问一个GDP 是落后全中国的一个省份 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桥梁 跟那种高速节目 然后呢他说世界上最高的北盘桥 第一大桥就在贵州 而且花了10亿人民币了 他打的一个所谓 想定当然名号是什么 他距离桥下的河面 有两百公里楼高 两百层楼高啊 请问一下你有需要 盖一个两百层楼高的在贵州吗 为什么 他们就说我现在贵州已经是所谓的 桥梁博物馆 而且呢也是那种你要拍照 美照非常好景点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都没车 没有效果吗 完全没有效果 都没有车 所以你任何拍它 就像是一个建筑展一样 可是我以前就是天无三日行 地无三里皮 我才要盖桥 盖桥我才能够沟通 沟通我才能够整个繁荣啊 但事实上现在桥盖了 然后到处都通了 但是没有车来 所以完全没有繁荣起来 一道一道桥其实反而像是一笔一笔账 记在贵州人的身上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现在总共的欠债 已经高达3800多亿美元 他们这样算下去的话 他说贵州事实上已经 他的负债已经占了他总资产 大概有1.8倍这样多 换句话说 你根本没有办法可以偿还 所以现在才会 你看这么复杂 这么复杂 通常你桥要设计成这么样的复杂 代表你的流量非常高 所以你才会需要 这是贵州的高速公路 对 但事实上真实的状况 是根本就没车 所以他们就说 这个完全是不需要的 觉得实在是不可思议 那刚刚提到 这个全世界的100座高桥里面 有50座都在贵州 其中有23座 都是国有的贵州交通建设集团所盖的 那你知道吗 这家公司 他光2022年底 他的有息的债务 就高达220亿美元 他光去年的利息高达7.45亿美元 刚刚有没有听到 他可是一个国有的一个交通建设集团 好 回到这个重点 那谁批准 谁要你规划 谁要你盖这些完全浮华 无用 没有任何经济效益的桥呢 现在大家爬梳起来 目前为止贵州省委书记徐林 以前是习近平在上海时候的老部署 现在的贵州省长李炳君 以前是朱镕基的一个大秘 现在人家就发现说 就连你那个习近平重用的陈敏尔 也是从贵州这边出来的 换句话说 你整个习近平的家底 你的所有的一个团队 很多都是从贵州过去上中央的 那他们为什么可以直升中央 就是因为他的GDP缴交出非常好的成绩 一个这样三圈打这么多洞 我跟你讲他最厉害的是 有一个五洞五桥 就是他在一个五个三洞 打来打去打来打去 然后做了五座桥 然后大家就讲说 是真的蛮鬼斧神功 是真的蛮厉害 问题是不管任何时间拍 几乎都没车 那就代表你从头到尾 没有经济效益 你是为了盖桥而盖桥 你是为了打洞而打洞 那你一个一个洞 一个一个桥 其实是故意铺陈出 陈敏尔徐林这些人 不断从地方 踏上中央的这个升官之途 而升官之途最重要的 就是要拥戴习近平 所以现在人家就在质疑 每座桥都很漂亮 每座桥都很难 很难 而且我跟他讲一个超级好笑 他说有一条桥 他是从云南宣威 然后到了贵州的一个天盘水 哎呀这个桥还得了那个一个 类似那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奖 建筑大奖 但那个桥也是对他们来讲 负债最大的一个桥 所以换句话说 现在贵州的 人家就认为说 贵州为什么现在连四月连五月 不断的去在网路上 微博上po出这样的 就说哎呀我们已经没有办法 化解我们地方财政问题 主要就是要逼宫中央 你到底要不要拿钱出来解救 他们现在就说 他们所有贵州的 你只要看到山洞 就打洞 你只要看到水面 就会足高桥 那你知道他们 为了这个水面足高桥 有一个叫水坝升船机 然后为了这个升船机 打架桥 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他很夸张 他是景区单轨观光小火车 全世界第一座 高架螺旋爬升的小火车 这个地方在哪里 就在贵州 而事实上贵州可是 中国穷困省份里面 倒数 其实相当穷贵了 连整个GDP 国家区 其实都追不上 却在这里 有了全世界第一座的单轨 城镇的一个小火车 而且他们现在的品质也被质疑 最近就这样讲 在长沙 长沙居然有一栋楼 瞬间四秒钟全部坍塌 坍塌了以后 四十四名大学生 就这样子往生了 事实上呢 四十四名大学往生 这个事件是发生在去年的 4月29号12点24分 他们也就是说 怎么一下子一个状况 竟然整个全部都坍塌 坍塌之后造成 五四人死亡 九人受伤 然后呢 死者之间里面 光是大学生就占了四十四人 但你要知道 这个其实非常重要 他就是一个施工不良嘛 根本就官商勾结嘛 但整个调查报告 却一年之后的今天 现在才出炉 一年才公布 一年才公布 这个楼房瘫了一年 没有人敢报道 没有人敢说 过了一年之后 这个报告才出来 才出来 而且呢目前为止 只有四名的一个中管干部 被追究而已 而且他们就是说 这个事故他们有一些 领导上的责任 包括是什么 重庆市委副书记啊 市长啊 然后一些其他人 但人家认为说 怎么可能你这么大的一个工程 造成四十四名大学生死亡 总计有五十四人死亡 你只有四个人应该负责任 其他人应该至少要五十八人到六十几人 好像有更高层的人 都没有把他揪出来负责 那很显然的就是观观相位 好董事长 刚刚刚刚讲 其实习近平现在办中亚峰会 是有意义的 因为俄罗斯真的没落了 俄罗斯没落 他会产生一些权力真空 权力真空在哪里 在中亚 也就是中国本来就想要透过一带一路 我要把手染到中亚 而且中亚刚刚讲到 你有非常丰富的矿产 你有非常丰富的物产 这个都是中国需要的 你趁这个时候俄罗斯下来 美国无力去介入的时候 我介入这边 可是你没想到你搞得太繁华了 繁华到你内部都反弹了 我要讲最近这几个月 大概从两会之后 你看中共和北京当局 所采取的一连串的 所谓的外交动作 包括钱刚到欧洲 包括欧洲理秀到北京 然后他们到乌克兰派特使等等 包括最近王毅跟苏利文开始见面 这个整个来讲的话 北京都密集地在处理 叫做外交工作 那这个中亚这个峰会 他是中亚五国的元首跟习近平碰面 那这几个国家是穷国 穷得不得了的 穷光蛋 穷光蛋叫了就来了嘛 对不对 可是他过去他们的中祖国是谁 俄罗斯 可是他这个时间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他的目的是 他是在G7的前一天召开 他是故意的 他说我弄个场面给你看 我也拔劳力 然后我场面比你大 你比较寒酸 我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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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花了很多钱 他不是要花在这些穷光蛋身上 他是要花在跟这个G7 那几个大世界级的大铠子来比较 他搞这个玩意嘛 跟人家哪在乎啊 不是 那问题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叫做国家的这个文化问题 这个民族的文化问题 中国 中国人有一句土话 叫什么呢 叫做当官三代啊 才懂得穿衣吃饭 吃饭 习近平这个就是他 他们这个土包子嘛 因为很简单嘛 你看西方为什么 西方在基督教文明的情况之下 他所采取的 他所追从的是什么东西 他从文艺复兴开始 到今天他的音乐 他的舞蹈 他的文化 他的所谓的历史的遗迹 都创造人类的历史的文明 那你现在搞这个玩意 明天就拆掉了 对 有什么意义呢 留下什么东西呢 没有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而且整个浮夸之风 到处都到处在 到处弥漫在整个中国的官场的高层 所以到处就看到很多很奇怪的事情发生 那第二个 这个中亚五国里面还有个特殊的意义 他不单是 因为中亚五国没有什么意义 对他讲的话 他整个GDP大概三四千亿嘛 三四千亿这你这边已经写了吧 还比不上苏州嘛 他三四三千多亿美金 他的规模 GDP规模比不上一个省份嘛 大家跟他搞什么东西呢 他搞当然要接收俄罗斯留下来的遗产 中亚 中亚 然后第二个呢 他准备从哈萨克这几个国家 再开一条中欧的铁路 还要高铁路 铁路 这不是高铁 就是所谓的中欧班列 中欧班列 中欧的第二条班列 那第一条他是从西伯利亚铁路过去 他认为西伯利亚现在不稳定 因为到时候你欧罗斯垮怎么办 所以他们有准备 然后因为 开中欧班列 经过中亚五国有什么好处 他一带一路 会马上带动这中亚五国 跟欧洲的国家 开始有一段非常好的一个经济带出来 所以他是有概念的 因为他目前来讲的话 你把全球全世界摊开来看的话 美中关系不用谈了 表面上谈竞争 表面上谈要见面 天天就是互相 大家互相斗争 对 绝对不会 美国不会放过中国 所以没有细唱 他的机会 你看秦刚他们做动作 全部在哪里 在老欧 老欧盟国家 对 在德国在法国在意大利 这些重要的 英国他们都有非常重要重大 这是欧洲的大型国家 那些新中欧 新的欧洲国家是他不要的 因为新的欧洲就捷克 这些什么 中东欧 中东欧国家 他们是反中国的 跟着美国走的 所以这个整个的 他是整个的这个 所谓的外交大布局 上半年已经开始动了 你现在看到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只是他要跟他撑面子的第一个动作 他后面还有更大的事情要发生 所以说目前习近平这个做法 他其实最重要的目的 不是光是他不懂什么外交 还是对内 他内部在央视拍出来这个东西 你看看 中国 虎包子 多吧 对不对 央视一拍 请问你嘛 你看几个家伙吃饭 还把皮包丢在地上 有够丢脸的嘛 对不对 然后他这个场面多好看 所以这个场面大 他这个场面做给这个中亚五国看的 他做给他的14亿的同胞看的 就是伟大的祖国 现在变成新奇 变成世界上 中国终于伟大起来了 这个主要目的 赵 最近有一个存单 你说这个太诡异了 对 3000亿元整 什么3000亿元 他说这个是人民币 对 没错 如果是人民币的话 那就是一兆多了 对 这么多的订单 放到了这个香港 对 你说这个代表 郭不论 现在讲有人怀疑他真的 或是假的 但有一个趋势是真的 中国的钱 拼命的跑出来 是真的 而且如果这是真的话 真的是大开眼界 这在俊齐中国网路上 传的一个文章 这个一个 一个照片 这上面是这样子 你看看 他是一个订存单 订存单的话 订存单 3000亿元 那就是人民币 好那你知道 他存的人民币在这个地方 他叫做曾伟欠 所有的这个 连账号都有 然后寄在 存在这个中国农民 你看这个香港分行 你账号都有 对 然后另外还有 这个香港分行的这个单 就在这个地方 然后存期是一年的这个状况 就大家完全 三千亿 三千亿人民币来说 我们简单的乘以5 是1.5兆台币 他就这样一张纸 那你知道 除了这张纸之外 还有另外一张纸 张纸是什么呢 你看我本人曾伟欠 他的戴 他的身份证之外 在什么地方 这就是所谓的 银行给你的这个证明 说证明说 我这个是合法 所有是干净的 没有犯罪记录 这样一个状况 然后送给国家管理的 相关的这个 给他查 所以大家想 哇 这个看起来好像 真的有曾伟欠这个人 曾伟欠这个人 曾伟欠这个人 而且 之前保力集团的创办人之一 他已经过世了 那他爸爸叫王震 王震 王震就是杀 让很多新疆人 文姿色变 很多新疆小孩子 晚上就会 听到他的名字都会哭的 王震 所以说如果在新疆 他刚在好几年前讲 小孩子晚上哭的时候说 王胡子来了 他就不敢哭了 王胡子就是王震 那王震来说 他的儿子王军 王军的保力集团 这个相关的创办人 那你要搭 鱼子都炸锅 为什么 3000亿真的很多 那目前为止来说 这个中国的首富 中山山 他还在5000亿 那这个包括说 像这个马云来说 他也3151 那马云最有钱的时候 对 也不过才3000亿 可是他是股票 他不是现金 他如果真的拿现金 他拿不出那么多现金 所以他拿出神仙 这完全颠覆了大家 完全眼睛都完全为之一亮 好那你知道 到底这个 他们王军家族 真的有可能那么有钱吗 抱歉 很多中国网友来说 搞不好还真的那么有钱 为什么 因为王军家族的保力集团 最早期的时候 他在做什么 做俊货买卖 对 他俊货买卖 对 然后后来又做了什么 中国大陆很多 包括说像奢侈品的买卖 拍卖市场 所以他有很多古董 都在他身上 所以你说他会不会 真的那么有钱 那后来呢 后来为什么可以炒热 十二生肖的这个兽手 对 就是保力炒的 对 好那另外 保力他也吞了什么 中信集团 那中国早年的时候 他们在做这个 容易的他们家族 成立一个中信 在管这个外资 就还也被他们 这个王家也吞掉 所以人家就说 现在人家就说 这三千亿了 人家说或许会有点夸张 但是他们认为说 这个王军家族 还有曾国县 搞不好他们真的 还真的蛮有钱的 所以中国的党政军有钱到我们是无法想象 无法想象 为什么这样说 这是事实上中国媒体的报道 他说中国的胡论排行榜里面 至少有四千多名隐形富豪 那这四千多名隐形富豪 很多都说什么 应该很多都是相关的政界 相关的人士 那因为我们知道 之前巴拉拉文件 曾经披露过非常多 中国很多政要吧 包括说像 这个叶建英的家族 毛泽东的家族 曾庆红的家族 邓小平的家族 所以大家说这些都是 跟官后代有相当大的关系 那他们目前为止 可能都尽量能跑就跑 跑到海外去的非常多 在香港 在中国 在海外一大堆 好 那么讲 事实上中国到底多贪污腐败 前一阵子有一张照片 这是从他们军事区里面 开出来的车 从他们军营里面开出来的车 保险 SF法拉利的这个车子 这个车子基本上 因为它是这个定制车款 对 它最起码都是要2,625万起跳 你就后面是个军营 对 你就在唐二皇子从军营 开出一个法拉利 对 而且他后面还有什么 贯彻习近平的强军思想 结果你就开了一个法拉利出来 大家想说 到底贯彻习近平的强军思想 抱歉 2000多亿 什么人能够开到这种车 这种一定是非复即归 而且是相当 而且你还可以出入军营嘛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照片 完全傻 这到底是解放军到底在干什么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实际上在这一次的这个 今年的两会召开的时候 有一位代表提案说什么 我们要取消所谓高干的这个病房 就没想到网路上大家都点赞 什么是高干病房 因为高干病房就是这样子 我们知道 事实上中国有花非常多了 在维持高干的这个生命 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是病房 对 这些都是VIP的房子 这是高干病房 对 这就是VIP的这个病房 甚至你看 这是吉林大学的这个病房 里面它都号称8星级 它号租了4.8亿人民币 那里面呢 里面都是国际的这个状况 而且它里面还做了一个假山水 在这个地方 那你看它的房间 都是相当相当棒 而且你不是一般人能够住啦 你是要高官才能够住啦 这比五星级饭店还好耶 当然啦 它里面 它里面这个 它一套房子有一百多瓶 那一百多瓶里面有会客室 然后有办公室 还有卧室 陪护房 还有厨房 营营俱全 而且你要入住的话 你要有当院的院长 那谁能够住 那一定就是高官能够住嘛 所以 它 当初就是他 这个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大就说取消 就没想到网路上 大家都说赞成 网路上一面倒 那为什么会一面倒 你看 中国的卫生部的这个 原副部长就说什么 政府投入的这个医疗金 费用80% 是为了850万 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 所以就说 钱都花在高盖身上了 所以他们当然认为好 而且你知道 自然中国看病还真的是这样 我们都说 在台湾就说 好像有绿营的党政不错 我跟你讲 在中国更好 你看中国是这样 中国的这个健保卡 有非常多种颜色 有蓝色的啦 有红色的啦 然后还有这个绿色 但是你要拿什么 你要拿金色的 为什么你要拿金色 还有金卡 对金卡在这个地方 你看金卡这样 本市户籍 这个退理的干部 特权 本金卡享有 与银行金卡相同的特殊待遇 看病时可以享有特权 他就直接明定啊 看病可以享有特权 他不是共产国家 不是一切人人平等 所以就这样啊 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你知道 他们就 为什么网友会炸锅 那甚至还有一个人就说 欸 我之前有一个人 认识一个人 他真的是老干部 他就住在这个ICU的 这个病房里面 他已经因为这个 全身细关衰竭 住在这里面 住了很久一段时间 他都每天要花多少 一万块人民币喔 他都住四年 至少是一千多万 一千多万来说 结果没想到医保全部付 所以很多 不用付半号钱 所以这个 这件事情曝光的时候 很多年轻人说 欸 那我付那么多医保 就去看他 那我要做什么 所以就这样 事实上从这个 这一张所谓的这个 大家 郭润他 现在大家在讨论 到底是真的来讲 不知道 但是这一张 三千亿人民币的这个 定存单 那我们真的是看了 瞠目结舌啊 好 瑞德 我们当然讲 猪门酒肉臭 路有洞死故 欸 刚刚看 他的高干过账的日子 居然从军营里面 可以开出一个 两千六百多万的 法拉利出来 可是 他现在的年轻人 第一个失业率 已经高达20% 失业率高达20% 当然没有地方住 我们之前讲过 哎 住在这个水管房 就我们报道完没多久 哎 深圳去操 可是操深圳没有用 你到处都是 对 没错 那么事实上呢 包括我们台商所云集的 常常去的这个东莞啊 现在也出现这个 所谓的鼠人 鼠人其实就是 这样的一个水泥管 这是他们的房子 对 那他们叠在一起了以后呢 那么通常会睡在上面 为什么 因为下面这个 比较这个潮湿 那通常会睡在上面 可是我们值得 我们注意的是 通常年轻人啊 或是以前我们说的 街友流浪汉来睡嘛 竟然有女性 还有年轻的女性 这就有问题了 为什么 年轻女性其实睡这里 是非常危险的嘛 因为她没有门啊 然后呢 还有她的安全问题啊 而且大家还会 这里面还可以住人 对 没有错 而且保洁讲起来 非常的这个 等于说 令人家觉得难过 为什么 他们还会宣示自己的主权 这个第三根 第二根 第一根 是我的 然后他们会弄个纸条 写一个说 这个是我的 这个所谓 他们就是所谓的属人啊 其实说起来 为什么要住在这个地方 如果有豪宅住呢 我为什么要住在这个地方呢 因为很简单 因为东莞现在呢 求职不易 失业率很高 尤其是年轻人 你知道吗 年轻人失业率很高的情况是这样呢 那我租不起我怎么办 那我看到有这样的 有人跟他们讲说 那你来这边住啊 你在那边住都不用水电费 那唯一的缺点就是蚊子 你知道吗 你必须 这个等于说有蚊子的 这个等于说叮咬啊 然后他们就会给人家 他们不是 还是要去找工作吗 白天去找工作 然后呢 可以跑到这个 包括公共厕所哪里 去插电干什么 帮手机充电一下 然后所以呢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地方 得废弃的烂尾楼野住人了 对 没错 所以你就可以发现 不管是像这样的这个水管 说来真的很讽刺 台湾还有把那个废弃的 大型水管改装以后 变成民宿 来住给人家 那个是睡 那个叫藏鲜好玩 就在东莞这个地方 竟然为了要住宿 去住这个地方 那包括烂尾楼 包括废弃的 甚至于连鬼屋啊 都有 这个凶宅都有人住进去了 然后这个是一直在 住在路边 还记不记得我们已经说过 包括连隧道都住满人嘛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告诉大家 那么中国的经济 真的出了很大的问题啊 那么五一长假的时候 不是中国到处有观光客出来吗 你知道宝洁 我那个时候人在哪里 我人在布拉格 你知道吗 我人在布拉格 在这个东欧 在捷克 我发现很少中国观光客 我非常的讶异 为什么 中国观光客变少了 对 因为 其实他们还是有出来 你看单单那几天五一长假 香港跑进去 大概涌进去有六十几万耶 然后呢 到了泰国 到了东南亚这些 消费水准比较 水平比较低的地方 他们到那些地方去了 欧洲 那消费比较高 对不对 反而没有看到中国观光客 我就觉得非常的亚裔啊 那么这一波 他的失业率呢 事实上 针对年轻人为主 为什么呢 他的失业率高达20%以上 不是开玩笑的 为什么 他们去找工作 29岁以上的不要 然后呢 警戒而来 甚至于找工作的时候呢 一天只有8块钱人民币 7到8块钱人民币干不干 7到8块钱人民币 才多少钱啊 你知道吗 所以呢 事实上这一波 我觉得这一波来得又凶又狠啊 而且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就是说 马上现在六月了 对不对 又几百万的大学生 又要出来了 又要出来 现在大学生呢 年轻人的失业率这么高 大学生出来的话呢 他会雪上街好像更可怕嘛 还有 我也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到底想什么 你之前有城管已经管了一塌糊涂 你现在又来农管嘛 农管管农民什么东西乱管 最近就发生一件事 一个养猪场 一个养猪场 你去拆人家的养猪场 因为这农管 拿着鸡毛当令箭啊 然后呢 就说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就要把你给拆掉嘛 你知道吗 他这个养猪场拆的时候呢 其实他已经被搞第三次了 他就是说他这些 这个十日以来 被搞第三次 搞到这个养猪场给他拆的时候呢 他背负身负 这个背负巨债 他一时想不开拿起来跟你拼了 去砍这些来拆的人啊 砍农怪 他就砍他了嘛 拿枪拿枪 那个散弹枪 砰砰就开枪了嘛 然后最后呢 那么大家吓了一大跳了 以后呢 跑跳了以后呢 一些猪就跑出来了 变成流浪猪啊等等啊 所以呢 事实上今年 单单今年 那么灭门血案 我们在上个礼拜 就在本节目讲过 中国大陆的灭门血案 发生七起以上 然后今年五月到现在 已经发生十几起 各式各样的凶杀案件 其实绝大部分 都各这些城管农管 还有这些中共的高干有关系 而且大部分都是老实人 为什么 因为他们活不下去了 现在刚刚讲的 中国跟俄罗斯本来 攜手说 中国面对百年难得一见的病局 两个要攜手向前 比如现在西方国家说 两个国家都变穷了 而且两个都比穷的 现在俄罗斯已经 弹尽圆绝 国库空虚 然后呢 手上拿着一堆 没有办法使用的钞票 另外中国 全世界 连华尔街去算说 中国现在所有的数字 都是碰空的 所有都是假的 中国现在衰退的程度 比大家想象的 还要来的可怕 对 所以现在俄罗斯跟中国 在经济方面看起来 表现好像是难兄难弟 那我们现在来讲俄罗斯 俄罗斯我们都知道 过去这一年的时间 就是印度大扫货 从俄罗斯 买了很多天然气 买了很多石油 然后价格 其实就你要多少 我们马会买 那时候一度引起 西方国家的人不爽 就觉得印度 你怎么买那么多 你现在我们现在在制裁它 你怎么还一直开始 跟俄罗斯 买那么多的石油 跟天然气 你这样不是有点 经济上的原作态吗 没有想到 哇 印度来了这一招 哪一招呢 它是用它的 那个印度的货币 卢布 然后去买 俄罗斯的油 那现在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 它现在就导致说 现在俄罗斯手上 满手的那个 印度的卢比 但是呢 我好 那我现在换我 俄罗斯 要跟你印度 买你的一些 相关扑管是 那个仿制品啊 还是买一些你的 茶叶啊 没有想到 印度很多地方 这个我们不卖 不卖 对 所以它的出口 从印度出口到俄罗斯 卖出去东西只有28亿美金 俄罗斯呢 就卖了400多亿美金的石油 天然气给印度 收了满手的 印度的卢比 不能处理吗 不能处理 我本来的处理方式 是要给你买东西 你现在不卖我 因为卢比不是国际货币 你拿的卢比 你除了跟印度买以外 别的地方不收的 所以现在感觉上 我们俄罗斯普帝 好像遇到诈骗集团 就是我们说好 印度是诈骗集团 对啊 我们说好 我给你买东西 你给我买东西 你给我的钱 我给你帮你帮回回来 不这样不是就好吗 有点类似乙乙乙乙 结果没想到印度 卖完你给你满手的 不值钱的卢比之后 就不理你了 不买买啊 不买买啊 所以现在发现说 哇塞 那俄罗斯现在的问题很严重 这个所有的拿满手不值钱的货币之后呢 导致什么状况 俄罗斯的赤字大幅增加 你看他们现在赤字状况 光是以今年第一季来讲 他石油跟天然气 因为西方国家已经制裁他嘛 那现在他的这个收入 就已经竟然是衰退了52% 这是非常惊人的数字 就西方国家世界这一招也蛮厉害的 就是呢 他们在出口原油这个部分 大家有默契有共识的 把原油的价格压低啊 那另外一方面是说 现在需求也不见好转 所以原油价格也比较低迷 所以换句话说 俄罗斯你以前又靠了这个卖原油 然后来支撑你这个经济上的 支撑你军武上的一个竞赛 支撑你打仗这个部分 就没有想到 你现在可以卖的石油价钱 越来越低的情况之下的话 欸 搞不好这场战争 会因为俄罗斯已经没有一个经费 再持续打仗下去 所以有可能会面临到一个 提前结束的状况 另外一个刚刚提到 就中国也很惨 中国现在也非常惨 而且这个讲的人 其实是蛮有权威的 他以前是摩根斯丹利的一个 全球策略长 他现在是洛克菲勒国际的一个主席 他的标题写得超级有意思 他说呢 现在整个华尔街的预测 预测中国的经济 比中国自己本身的预测 还要来得高 讲白了就是你们这些 华尔街之狼 根本都在帮中国在碰轰 碰轰他的相关的经济表现 为什么说要碰轰相关的经济表现 他们都说 哎呀你们都说什么 疫后会有大复苏啊 疫后就是中国人 开始很多人要出来消费啦 所以消费景气都会很好啊 所以各行各业都会欣欣向荣 结果事实情况是怎样 28个行业里面 中国现在有20个行业的 企业收入的增长速度 是比中国预估他们GDP 5%还要来得低 讲一句白话文 就是如果你今天在中国 你的一些各行各业 所有上次公司的企业 你的每个月的营收成长 都没有到5%的情况之下 那你整个经济打来了 一个欣欣向荣 所以呢他们就用 总统的数字来告诉说 哎现在中国自己的经济 很多是碰轰的 真正的状况是穷了